微波武器在中印边界对付印度士兵 那不是给印度士兵增加战斗力吗 昨天有人在评论区要我说一说微波武器的事 因为最近有人说中印边界上解放军用微波武器打跑印度军队了 其实四年前我就说过这个话题的 这个消息来源是2020年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金灿荣教授说了一个传闻 他说解放军在与印度部队边境对峙期间 曾经在边境地区的班公湖南岸动用微波武器击退印军 成功夺回了被占领的山头 而且故事也说的是绘声绘色 传说印军首先在班公湖南岸抢占了两个山头 这两个山头是连接阵地 十分重要 被印军诈领之后 解放军阵地遭到隔绝了 当时上级要求前线部队夺回山头 但不许开枪 前线部队就此想到了奇招用微波武器 于是解放军战士们就在山底下放微波 把山顶变成一个微波炉 山顶上印军一刻钟之后 全部开始呕吐 站不起来 只能够抛弃山头跑了 最终解放军把山头夺回来了 金灿荣老师他毕竟不是学理工科的 我们就不能强求他懂微波了 但是凡是说学过电磁场的 都是不可能相信或者传播这个消息的 首先要看中国有没有微波武器 当然有 不然军委那套颠覆性军事技术从书 根本就不会在定向能武器分册里边 提到微波武器 而且呢 俄乌战争前五年 也就是2017年甚至更往前 解放军就重点研究过对无人机的防范 其中就测试过如何使用激光武器和微波武器 中美呢 这方面发展也差不太多 美国这两个月公布的反无人机微波武器 作用距离也就是千米到几百米 这么点范围 也是对付没有电磁加固无人机的 再远的话呢 就需要更大的能量 发射机功率 还需要更大的体积了 因为要让微波能量聚焦 距离越远越需要波数尖锐 要波数尖锐 那个天线的孔径 简单说吧 天线那个直径或者面积就必须特别大 然后呢 我们再看看微波对人体有没有伤害 这就要看功率密度了 按照中国的安全标准 如果人体长期接受的微波 功率密度超过了每平方厘米38微瓦 那就被认为是不安全的 美国的标准呢 比较粗放 每平方厘米超过一毫瓦 他们才认为是不安全的微波功率 从事雷达行业的科研人员呢 在雷达前工作的时候 也需要穿防护服 那个衣服40年前我们就见过 里边都是内衬金属网 帽檐上有拉下来的那种金属网面帘 不过在距离雷达几百米的时候 这个东西就不需要了 那么人体吸收微波之后呢 会把微波转化成热量 让体温升高 如果长期体温偏高 确实会对健康构成一定影响 比如啊 经常有雷达行业的从业人员说 这个群体里边生女孩的比率偏高 而且呢微波要人感到难受的话 还得让体温升高到39度到40度 这个能量要到每平方里0.5瓦 皮肤才会有轻微的灼伤 每平方厘米到了20瓦 才能构成三度烧伤 如果能做到每平方厘米 微波能量80瓦 那就确实可以秒杀一个人了 那么我们再看看近几天火热的 中印边境微波武器话题 印军在山顶 我军在山脚 山顶比山脚冷啊 解放军用微波武器照射印军 如果上升的温度 不是让印军39度40度体温 那不就是帮印军取暖吗 印军大冷天的 还能少穿件厚衣服 减轻负重 岂不是战斗力在增强啊 如果还指望从山脚下 到山顶这么远的距离 能够让对方一群士兵 体温升高到 让人体产生不舒服的感觉 神经紊乱 开始呕吐 那不仅仅要有足够的能量密度 还有足够的覆盖面积 所以即使不考虑这么远 距离上的衰竭 不考虑功率密度 随距离平方成反比 那么算下来 解放军士兵携带的微波武器 发射功率 最少也要几千万瓦 而且要连续照射 烧对方电子设备那种 极短脉冲 对人可是没用的 能量积累 体温上升 是需要时间的 那么这套设备 体积要多大呢 且不说能源部分 光说天线 按照最好的 氮化加材料去算 这么一个天线 怎么也得有 几十万平方米吧 谁把这套设备 扛到山上去啊 一个连的高达吗 其实真正能在对峙中 刺激对方神经系统 让对方受不了的 不是微波武器 而是方便战士携带的 高频噪声发射器 这个东西 不需要多大能量 那个高频噪声很难听 就能让人很不舒服 大家以前在很多 这个设备展上 装备展上 可能看过这个东西的 就是警车上面 对付骚乱 那个LRAD 正面一定角度范围之内 产生的高频噪声 在几百米之内 是很刺激人的 现在国内科研单位 已经把这个东西 做得很微小 一个警察胸口 就能别一个 几十米距离 近身对峙的时候 很考验对方 精神带着力的 今天节目最后 再顺便提一句 很多人买孕妇 防辐射服 纯粹也是交纸商税 手机信号发射功率 那点信号 给人体造成的升温 能比得上 孕妇她老公的热量吗